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难的一个 打赏一动 关系外人性平 击合真正处于不安 应鸣而死不墨而生 如果我做错了 那我可杀 可逐 可扁 这是扶沉深将接不过 我通过去演这么个角色 我其实也在思考 也在学习 不放弃每一个镜头 每一句话 这么去处理的这个人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刘军老师来到思维读书 谢谢谭老师 我们上次有一个饭局 但是大家都没谈到上节目的事 这次我看完知否和秦平月之后 我就特别想跟你聊 第一 我觉得像宋代的演员 已经很少了 当你这个宽袍广秀戴上官帽的那一刻 我觉得你就是灵魂附体 回到了好像一千多年前 你是怎么去把握这个历史人物 从眼神到行为到动作到肢体的 你有什么这样的秘诀吗 范军燕有可能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里面 有可能遇到的最难的一个 目前为止是最难的一个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运气 还会遇到这种角色 他的难就在于 这个人长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影像的东西留给我们 但是这个人太有名了 他有名就因为他的那些作品 就因为他先天下之右儿 后天下之右儿 这一个岳阳楼记没有人不知道 这个人的高度就太高了 然后再一查资料 你就会发现真是不得了 被称为两宋第一人 甚至说从他开始 他之后的所有天下的读书人 都以他为榜样 就成了一个整个 当时大宋帝国的一个偶像 是这么个人 顶流 对 这个人你就长的样子我不担心 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也可以演我也可以 但是演出这个人物来 会不会让人相信 这个人就是写出岳阳楼记的人 这一点你要是让人不相信 那就完蛋了 对 这个当时我认为是 让我觉得最难的事情 谭老师你刚才说的 穿着那个时代的衣服 他的神态 这个我 我很难系统的去说 我是怎么 我觉得就是想象 想象 包括我们去拍一个民国的戏 这种想象是从哪来的呢 我觉得还是得从 没有影像了 我们可以从文字来找 从阅读里面 从书里面去找一些 那个时候人的一些生活方式 你跟这个余恩泰演的艳书 可以说是师生CP 而且觉得你们俩都挺宋朝的 我看很多舆论 说你们俩那种感觉是最像的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 诗歌天团的一个评价 与余恩泰的合作有什么感受 有哪些趣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第一次跟他合作 第一次认识他 之前我听说过 他的学历很高 学霸行的那种 然后进了剧组之后 我们俩还在一起吃过饭 我专门请他吃饭 好好聊一聊 吃这份饭 我收获特别大 他会讲一些 他在国外游学的一些经历 他会讲宋 他所了解的宋代的一些东西 甚至我们会聊到 陶渊明的陶花园 到底是有没有这个地方 我们还聊这个 聊很多东西 他甚至当时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他当时聊 他说宋代的人唱歌 应该是什么调 他当时的现场的时候 就给我们哼了一小段 他告诉我 我听到就很怪 那个音乐 但是似乎好像在哪听过 有可能就是宋代那个时期 我们的先人 那个时候 他们吟诗唱副的那种调子 他懂的真的挺多的 摩烂群书 真的是 但是我看你的背诵的能力 一点不亚于他 你们俩应该是台词量中 第一是比较多 第二可能都古文 甚至有些 台词量最大的 其实还是王凯 对王凯是最多的 但是他的基本还是有一个路数 但你们有很多那种古文的那些字 我的你看我的 我的是集中 就突然一场戏上来 就大篇幅的一大段 很长很长 就全都是这个 你知道吗 我后来又想过说 岳阳楼记也不如这个男配 这比岳阳楼记还要难 就这个好像 就是记忆 能够把它 好像是这个对我来说 还不是特别难的 但也相当厉害 就是我的瞬间记忆也还蛮快 你这个读书的时候 是不是语文特别好 还可以 语文 我的文史类还行 那就是范仲淹跟艳书 历史上都三次被写 因此剧中两人最常见就是送行 你们脑子送行 和迎接 迎来送完 波剧喜感是 你们两人每次都是开开心心获罪 这几场戏的细节处理 你是怎么去揣摩的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古代文人 特别容易被呈现的一种仪式化的场景 但是他容易演的 没内容了 没信息量了 我们以往 所有的我们的送别 这个古人的诗里都有 去专门描写送别 你像这个李白 什么白剧 他们都有这种送别的 很多都是很伤感的 其实艳书曾经被贬的一次 我送他的时候也是蛮伤感的 有一段我是这样处理的 但是我被贬的时候 往往都是 就我们去 我有的时候去想 这个范仲淹 说这个人的胸襟宽阔 这个人的 那怎么叫胸襟宽阔呢 他的 他怕不怕贬 他 他围观 你做这个官的目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去 这个人为什么能说出 应鸣而死 不墨而生的话 我觉得能说这样的话的人 他是不怕贬的 他甚至在里面说 如果我这件事情做得对的话 如果我做错了 那我可杀 可逐 可贬 他这些东西对他来说 那不是重要的 就是浮沉身降 接不过耳 其实心里从来不设想过 你要让我说真话 我只要说出真话来 你怎么处置我都行 但是我一定要说出来 而且其实这个剧情 大家也能看到 宋仁宗是让他去历练的 所有的贬都是有用意的 可能范仲淹也能感知到 皇上对他的 官家对他的信任 你看这个戏 其实我们 我通过去演这么个角色 我其实也在思考 也在学习 也会开启我一些 一些对待很多事情的 一些想法 你比如说里面有一段 官家也劝他 官家走了 验书也劝他 就是很多的事情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你没必要这么去做 而且我们可以变这个法子 或者怎样 可以更有情商点 于现在的方式 情商 对了 你看这个情商 我就觉得这个情商 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 以前没有 以前没有 还是现在社会 最早以前是智商 然后后来又出现 这个情商 我有的时候蛮反对 不喜欢这个词 我总是觉得 这个情商 跟这个真诚 我觉得很难兼顾 其实范仲淹就是一个 不圆滑的人 他不要圆滑 为什么要圆滑 所以说 我今天我就在想 我们今天当代人的价值观 我们说到这个情商 情商高 好像情商就成了一种配置 我们要去追求一种 其实情 那么于情商 甚至于情商高 对立的 简单直接的那种 那种勇敢 那种甚至说 有的时候是一种粗暴 但是不是暴力 是这种东西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那种性格也是蛮可贵的 我有什么说什么 我真诚 我不说假话 我不说空话 我不会见人说一番话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 那这种人其实 我觉得这种品格 也是蛮可贵的 其实你刚才就谈到了 网友的一个认知 很多网友说 我敬佩范冬妍 但是我不想成为范冬妍 是不是就是你的一个解读 你认为可能范冬妍 在现代人看来 好像这个人 挺愣头青的 而且很有棱角 是不是现代时候就觉得 不过圆滑 我就怎么在职场混 在官场混呢 当然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思考 就是说 你说这个人 智商到了一定程度了 官做了很多年之后 他知道厉害得失 对吧 那知道的情况下 我还选择这样做 那就说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上 我一定要这样做 如果你这样做了 或者大家都这样做了 我有可能不 没人这样做 我一定得这样做 其实换句话说是 他可以完全有情商的活着 但他就不这么选择 我就是要真实真诚 我觉得什么东西 你得有个标准 他就树立了一个标准 他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甚至于 他有可能身上 他是一种 他的一种牺牲精神 是吧 对 我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他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 其实就想说的 我可以这样去冲出去 是 去当着 去牺牲我 你们把我贬了 或者把我杀了 我来做表率 对 来牺牲我自己 所以看到你演范作烟的时候 皱眉的时候 就比盛宏多一些了 就那种皱眉思考 然后那种奋机劲 但是他坚决 但是他坚定 他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的犹豫 有的时候 我的台词处理比较慢一些 但是呢 我力求让每一个字 都会感觉到有一种力量 有一种这种文人的力量 就是我念白 把每个字都念得很清楚 然后该有的节奏和留白 都很清晰 这是我从发展员身上体会到的 因为他的这个角色的戏份 没有那么多 他一直活在别人的台词里 感觉很多 其实他的戏份不是很多 但是他每一场戏出来 我都不舍得你知道吗 每一场戏出来 我都把他每一场 当成重场戏来对待 不放弃每一个镜头 每一句话 这么去处理的这个人物 那么再说到你的盛宏到范仲淹 其实还是挺难的 因为也都是一个时代 因为那么你在 比如说形体动作和其他上面 你怎么去分割这两个人 当然这两人肯定 其实性格大不一样了 那还有什么 就是因为一定要让人知道 两人区别挺大 因为两个戏是连在一起的 基本上 就时间也不长 又播了一播又播 在表演的时候 有没有就是 他剧本其实已经赋予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赋予了不一样的环境 赋予一样的不同的这个人物身份 以及人物的一些行为 人物的一些 一些做出来的一些事迹 那么从我出发来讲的话 就是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 语言 盛宏的语言是怎样的 盛宏的语言没有说 范仲淹的语言是准确的 他不会吃字 他不会重复 他一句话出来 一定是像文章一样出来的 每一个字都是很清晰的 陛下因天汉而罪己 难道只是做个样子 给百姓看的吗 盛宏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他是试探性的 有的时候是会自我否定 会改口的 或者怎么样 他永远都是 那就这样了 大娘在旁边不一样 小娘在旁边又不一样 他会是这样的一种语言处理方式 节奏不一样的 然后形体上 形体上也会去想一些 其实你说盛宏的形体变化 在朝堂上是怎样的 他在家里 在女儿面前 教训孩子的时候是怎样的 在老母亲面前是怎样的 在几个大娘子 二娘子身边 又应该是怎样的一种 他的那种形体 但是范仲淹 有可能就不会有太多的 形体变化 不会有太多 因为他走哪 他都是他 他不会说我到了朝堂上 我就要做出一种什么样子 他不是双面人 他不是双面人 他是走哪 都是响当当的 还是比较磊落的一个人 对 所以他的形体变化不多 所以我给他 因为我个子本身就身高还可以 所以我就突出我的身高 走哪 我就昂首挺胸一些 演出一个过去宋代文人的风骨这个东西 就是我这个人物得从内往外出发去找 先从内去找 你从他的诗词 从古文里面去寻找去想象 但是外里面做的 其实我做的并不多 外无非就是说 让自己能够挺拔一点 让自己能够显得轻瘦一些 高洁 轻瘦 对 然后人格又比较有魅力 那种 其实生活中不一定是这样的 你哪怕一个矮小的人 并不影响人格上的高大 对吧 但当时范仲淹 因为我当时决定去这么去弄的 你不能弄一个那样的 我就觉得 这个人还是要理想化一些 因为他是我们理想中的人 尤其是哥到今天 这种人更是理想中的人 现在是没有了 您是刚从横店回来 是最新的一个什么作品 能透露一下吗 是于正老师的作品 《传家》 我第一次跟于正老师合作 也是合作的挺好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 也改变了我很多 行 谢谢刘老师 谢谢谭老师 这个信息量也足够了